初衷以倫敦計程車司機為例 他們必須記下兩萬五千條街道 跟兩萬個地標的資訊 通過一個超級厲害的倫敦道路知識測驗 才可以執業 平均每個倫敦計程車司機 考大概12次才會通過 研究的人就發現 這些計程車司機在受訓前跟受訓後 他們大腦的某個區塊明顯增長 而等他們退休之後 這個增長的部分又會再萎縮下去 這不是因為年紀變大 只是因為他們比較少使用而已 大家好,歡迎來到數感實驗室 今天我們要來說書 而且是我期待非常非常久的一本書 它叫《大腦解鎖》 當初這本書在2019年Amazon一出版 我就立刻迫不及待找來看 看完之後有些細節沒有很懂 就非常非常期待中文版的問詩 後來知道是天下文化出版之後 我就三不五時厚著臉皮去關心一下說 你們翻譯好了啊,翻譯到哪裡啊 可不可以先借我看一下 真的是有點不好意思齁 沒辦法,這本書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他在我錄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在Amazon有將近400個評分 平均4.8分 超過八成是五顆星的極度好評 本書的作者是Stanford教育系的波勒教授 他最近公佈的一項全美教授對社會教育的影響排行榜上高舉第五名 台名筆提出成長型思維的Dweck還要在前面 而他的這本書《大腦解鎖》其實就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將成長型思維融入數學學習中破除了許多人的數學學習迷思 什麼迷思呢?就是 學好數學不是只靠天分 正確心態跟好的學習方式才是關鍵 聽起來沒什麼大不了 可是改變數學學習就從這句話開始 我們先來講講天分這件事吧 許多人認為數學很講究天分 也有一種說法是女生擅長文科 男生擅長理科這樣的刻板印象 之所以會有這種數學天賦論的想法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源自於數學家 數學家追求的是在抽象的數學世界裡 探索、證明某個猜想、發展某個理論 開拓人類數學知識的邊界 這是非常非常偉大而且重要的工作 因為它的特殊性 就像某些得天獨厚的運動員那樣子 擁有特殊的數理天賦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可是回到我們的教學現場 仔細想想看 我們要培育的並非是讓每個孩子都成為數學家 在數學世界探索 我們希望是學好小學數學、學好國高中數學 能夠理解且運用一定範圍的數學工具 畢竟在這個資訊、數據主導的科技世界裡 數學是極其重要的能力 這本書告訴我們說 掌握這樣程度的數學 好比說解出一元二次方程式 或者甚至算出一段積分面積 這是人人都可以學會 跟天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呢 天賦 或是換個方法說 大腦構造 並非一生下來就有決定的 初衷以倫敦計程車司機為例 他們必須記下25000條街道 跟20000個地標的資訊 通過一個超級厲害的倫敦道路知識測驗 才可以執業 那平均每個倫敦計程車司機 考大概12次才會通過 研究的人就發現 這些計程車司機在 受訓前跟受訓後 他們大腦的某個區塊明顯增長 而等到他們退休之後 這個增長的部分又會再萎縮下去 這不是因為年紀變大 只是因為他們比較少使用而已 所以這個例子很重要告訴我們說 大腦並非天生就固定的 它會不斷地變化、成長 而該如何讓大腦能夠持續成長呢 就是書中的前三張重點內容 作者用三把金藥來比喻 分別是學習金藥1 每次我們在學習 大腦中的神經路徑就會成形、強化或連結 我們必須要認知 我們一直在學習記錄上 不要再對學習能力抱持固定型思維 學習金藥2 每一次掙扎、犯錯 都是大腦成長的最佳時期 學習金藥3 如果我們改變自己的信念 身體跟大腦本身就會跟著改變 書的後半部重點放在配套的學習方法跟策略 這也是我很推薦波勒教授跟這本書的原因 因為如果只講天賦不重要 每個人都能成長 那就好像是有點心靈雞湯的感覺 所以書的後半段 作者就提供了另外幾把學習金藥 包括了 學習金藥4 如果你能從多個層面來思考 神經路徑和學習成效皆能不斷增強 這把金藥的意思是 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個數學觀念 最簡單的做法像是一題多解 或者是近年來 我們數感實驗室和很多老師都開始強調的 動手做視覺化、圖像化 其實這都是在提供更多角度的學習資源 所以呢 以後如果爸爸媽媽看到孩子回家 拿著數學課的勞作作品的時候 千萬不要覺得習慣 怎麼數學課怎麼沒有要算題目 這是老師非常用心 透過不同的方法來刺激孩子的數感 學習金藥5 思考速度並不是衡量才能的標準 如果我們能以創造力和靈活 來面對想法和人生 就能有最大的學習成效 波勒教授曾經在演講中要求觀眾 在限定時間內做出下圖題目 大多數聽眾都立刻哀聲嘆息 我看數的內容 是覺得這題應該是國外常常來訓練孩子 快速答題的卡片 所以勾起很多聽眾 小時候不愉快的回憶 當然囉 具備一定的計算能力 是學好數學的基石 而慢真的也會影響到考試成績 可是呢 許多著名的數學家 像是去年剛拿諾貝爾物理獎的Penrose 他小時候也算得非常慢 速度不僅不是正確的衡量數學能力標準 還有很多東西就告訴我們 幼兒的數學焦慮 很可能就是願意計時測驗 我上過波勒教授在Stanford線上的課程 讀過他兩本書 我覺得他的學術理論 跟我們過去10年來推廣數學的經驗 相互印證 也讓我更確定 玩是學好數學的重要關鍵 因為數學的本質之一就是發現規律 最適合作為探究探索的一個學科 也因為數學是紙筆就能夠學習的科目 所以過去呢 我們常常只重視紙筆這個學習方法 紙筆學習或許是一條直徑 可是對許多人來說 這條路上有很多很多的障礙 走起來不是那麼的容易 而多元的活動 把明明三言兩語就能夠講完的觀念 變成一堂課的操作 乍看之下好像繞了遠路 可是就像市區塞車 我們就會開上高速公路 雖然走得比較遠 可是更快抵達目的地 我自己的看法是 過去我們對數學學習也有很多 很奇怪的刻板印象 在這幾年 台灣的數學教育已經開始有些改變 很多的專家學者、第一線老師發展出 創新、有趣的教學內容 我就在想呢 如果能夠結合這本書的理論 搭配行政端、家長的支持 說不定幾十年後 到了下一代回頭看看 他們會開玩笑說 哇以前的人認為 少數人才有數學天賦 又不是說我們要挑一個勇者轉身來拯救世界 明明每個人都能夠學好數學啦 以上是今天這本大腦解鎖的分享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歡迎幫我們分享給所有關心教育的 老師、父母、同學 讓更多人知道 成長型數學思維的價值 一起讓數學變得 更好用、更好學、更好玩 書館實驗室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